亲爱的弟兄姐妹 待在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帮助我们 透过上帝你的话语 来明白上帝你的心意 求上帝的恩典 祝妈妈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的新段是 历代至上第四章二 四节到四十三节 西面的儿子是 尼米利 雅米 雅蒂 谢拉 扫罗 扫罗的儿子是沙龙 沙龙的儿子是 尼比山 尼比山的儿子是 米斯玛 米斯玛的儿子是哈姆利 哈姆利的儿子是 撒克 撒克的儿子是 四妹有十六个儿子 六个女儿 他弟兄的儿女不多 他们各家不如 由大族的人丁争多 西面人住在别世巴 摩拉大 哈萨 苏亚 辟拉 以身 陀拉 比土利 荷尔 荷尔玛 喜格拉 伯 马 加伯 哈萨 苏萨 伯比利 撒拉因 这些诚意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 都是属西面人的 他们的五个诚意是 以坦 雅因 灵门 陀剑 雅山 还有属城的乡村直到巴黎 这是他们的住处 他们都有家谱 还有 弥索巴 亚米勒 亚马歇的儿子 约沙 约尔 约士比的儿子 耶父 耶士比是西来亚的儿子 西来亚是亚薛的儿子 还有以利 约乃 雅各巴 约塑海 雅塑 雅帅雅 雅比叶 耶西 灭 比拿亚 是非的儿子 西萨 是非是亚龙的儿子 亚龙是耶大亚的儿子 耶大亚是生利的儿子 生利是士玛雅的儿子 以上所列记的人民都是做主张的 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 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 寻求寻找木放羊群的草场 寻得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 从前住那里的是韩族的人 以上入民的人在犹大王西西江年间 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所有的米乌民人 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 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放牧羊群 这西面人中有五百人上西尔山 率领他们的是以士的儿子 毕拉提、尼利亚、利法亚和乌靴 少了逃脱剩下的亚马利人 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经节 其实是记载西面的这样的祖谱 而这个西面的祖谱正也同时记录在 《创世纪》46章、《初埃及记》第6章 跟《民宿记》26章的地方 在这里其实正在描述雅各的第二个儿子 在约书亚的时代 他们在士罗抽得第二支签 而他在这个地方 虽然西面事实上是在雅各的祝福当中 他是不蒙父亲的祝福 而西面家族在各支派当中的人数最少 虽然如此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仍然在这个族群里面不断的扩张 在他们所住的地方 特别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节里面 我们读到他们持续的在这个地方 并且从他们所住的地方向东 并且向南延伸 甚至不受这些变乱跟朝代更迭的影响 他们找到一个非常肥美的朝场地上 住在那边 并且透过住在那边 他们可以安居乐业 与世无争 事实上我们也应该好好来想想 西面人他们是怎样来学习 并且知道怎样找到自己的安生之所在 所有人其实都想要找一个家 西面人西面族贼族 虽然他们在雅各的时代并不受祝福 因为西面本身 他当初跟立位曾经用诡计去除灭世间人 因此不被父亲雅各所祝福 然而他们仍然后代仍然有所祝福 而这个祝福就展现在他们找到一个安居之所在 并且在这里得到上帝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应该好好来想一想 我们到底是怎样在我们所在之处得到上帝祝福的 是的 或许一开始我们会遇到挫折 但是未来上帝要我们找寻的那宽阔美好的场地在哪里呢 愿我们都能够有上帝的智慧 帮助我们有祂的眼光 并且看见我们终究能够找到祂所要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祂谢谢祂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能够找寻到祂的祝福 祂我们深知我们都是一代一代传承 并且每一代都在寻找找寻祂要赐给我们宽阔美好的草场地 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去望见 知道祂要我们所要建立的祝福在哪里 求主更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去聆听 祂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赏识的 求主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